尽管凯米台风的路上海上警报都解除了 但对台湾的威胁还没结束 台风尾西南风持续引进水汽 从23号至今高雄茂林区的多纳林道 累计雨量已经逼近2000毫米 嘉义奋起湖 屏东 尾辽山及高雄六规也都突破1600毫米 而且还在持续累计中 除了屏东的山区略少 南部的四个县市 屏地跟山区几乎都跟莫拉克是在同一个等级 这都是非常显著的降雨 降雨值比2009年造成88风灾的莫拉克台风等级 以两个台风雨量最大的单日比较 凯米在高雄和嘉义平地累计降雨都达870毫米以上 比当年莫拉克要多 屏东高雄和嘉义山区的雨量虽然较少 但也相差不远 如果滞留时间拉长 酿沉的灾情恐怕就会更严重 一个大低压带里面深层台风很容易有的现象 就是它的南侧一旦伴随着旺盛水汽 外围环流跟本身环流的交互作用 其实很多旺盛的对流是不需要碰到地形 它就已经开始发展 所以也才造成这一次的平地也有非常显著的降雨 凯米南方水期周五持续替中南部带来局部豪雨 入夜后虽然会有所趋缓 但还会继续下 周日转吹边南风后连滑冬雨势也会增加 但其他地区会逐渐趋缓 然而凯米前脚刚走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又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 这项粉砖分析根据欧美模式预估 这个系统最快下周二就会抵达台湾附近 有中等几率会生成下一个台风 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的垂直风切比较大 所以在整个环境条件上来讲 不是非常的有利于它再持续发展下去 我们还是有待灌溉 无论是否成台受到低压弹影响 下周一开始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都容易有局部大雨 仍要严防雨势再度酿灾 明示新闻中博道